萬一如果您覺得說 我的藍令音樂效果現在不好 請你到簡報者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有三種 一、二、三 對不對 我們預設的這一種就是自動去背的 那如果你不要 有沒有這樣舉行框就出來了 如果你要圓圓的可以嗎 是這樣也可以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就是背景比較沒有辦法 去的太乾淨 你也可以考慮用這種方式 那如果你有勾將我置中 你看我走在這裡 我走在這裡 欸這裡沒有 這裡 呵呵呵 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的畫面會自動置中 過來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呵呵呵 這樣挖一邊就比較沒關係嘛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你也可以參考 這樣老師了解了 好所以不是說一定要就是藍綠幕 或者像我們這樣去背的 因為有些網路攝影機 你就覺得我暫時還沒有想要買一台 那你就先暫時用這兩種都可以 好那當然我想你應該比較不會想要這種虛無飄渺之間的 呵呵呵呵 這樣同學會害怕 老師你在哪裡 呵呵呵 好所以呢 這個透明度應該不太會需要 好那 日後呢 您可以用這個做錄影 也可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做直播都可以 因為這個軟體裝完之後 您多了一台虛擬攝影機 也就是說呢 你現在我們看到的合成的結果 是不是這裡 它就變成你網路相機的內容 這樣您了解了 好所以它可以像這樣去使用 好所以如果以後您如果是線上課程 我也可以設定這樣 我線上課程現在休息時間 老師就離開 馬上回來有沒有 呵呵呵 你看多麼的貼心在這裡 這些你都可以自己設定喔 要不要馬上回來 要不要喝個咖啡再回來 有沒有 這些你都可以用 好不好 所以您可以先試看看喔 按一下就回來了 就可以繼續上課了 OK來還給您